作为一款全尺寸货车 2023年的福特Transit 具有卓越的性能和实用性 是商业和个人用途的理想选择 以下是对2023年福特Transit的评价 外观方面 福特Transit的设计简洁大方 轮廓线条流畅 新款的前脸更加硬朗 车身的雕塑感更加强烈 整车尺寸较大 但不失灵活性 适合在城市和高速公路上行驶 内饰方面 福特Transit提供了宽敞的驾驶舱 和良好的座椅舒适度 中控台上的屏幕和物理按键布局合理 易于使用 货舱空间非常充足 车载设备也较为丰富 如后式摄像头 倒车雷达等 动力方面 福特Transit提供了多种动力选择 包括柴油发动机 汽油发动机和混合动力系统 其中柴油发动机提供的高扭矩输出 适合用于搬运重货 另外 福特Transit还提供了四驱版本 使其在恶劣路况下有更好的性能 驾驶体验方面 福特Transit的悬挂系统非常舒适 使驾乘人员在长时间驾驶中不易疲劳 短向系统的灵敏度也很高 提高了车辆的操控性和安全性 此外 车辆的噪音和振动水平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使驾驶更为愉悦 总的来说 2023年福特Transit是一款优秀的全尺寸货车 拥有卓越的性能 实用性和舒适性 对于商业和个人用途而言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023年福特Transit作为一款全尺寸货车 具有以下优缺点 优点 宽敞的驾驶舱和座椅舒适度高 为长时间驾驶提供了良好的体验 车身尺寸大 但不失灵活性 适合在城市和高速公路上行驶 多种动力选择 包括柴油发动机 汽油发动机和混合动力系统 满足不同需求 提供了四驱版本 使其在恶劣路况下有更好的性能 货舱空间充足 车载设备丰富 如后式摄像头 倒车雷达等 提高了驾驶和操作的便利性 缺点 由于车身尺寸较大 转弯半径较大 需要驾驶员在狭小空间和复杂道路上小心操作 燃油经济性相对较低 油耗较大 车辆价格相对较高 不太适合预算有限的消费者 对于一些商业用途而言 如果需要更高的载重量或运输体积 则需要选择更大的车型或其他品牌的货车 作为一款后驱动的货车 2023 Ford Transit在加拿大的路况下是适合的 并且也是安全的选择 以下是一些理由 后驱动车辆在重载情况下更加稳定 这对于货车来说尤为重要 它能够承受更大的负荷 更好的保持稳定性 从而减少车辆在道路上发生策划或打滑的可能性 加拿大的许多道路条件较为恶劣 例如冬季的雪路和冰路 但是后驱动车辆通常具有更好的牵引力和推动力 这对于在这样的路况下行驶的车辆非常有帮助 Ford Transit拥有各种现代化的安全功能 例如倒车摄像头 行车辅助系统等等 这些功能能够提高驾驶员的安全性和操作便利性 从而减少事故的发生 总的来说 2023 Ford Transit作为一款后驱动的货车 在加拿大的路况下是安全和合适的选择 然而 对于不同的情况和用途 还需根据具体需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和选择 预定2023 Ford Transit要等很长时间 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 高需求 Ford Transit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商用车 尤其是在运输和物流行业 在新车型发布后 许多企业和个人都可能会尽早预定 导致供不应求的情况 生产周期 制造一辆汽车需要多个部门和生产环节 包括生产零部件 组装和制件等等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特别是在新车型的制造过程中 可能会因为工艺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生产周期延长 全球供应链压力 全球各地的汽车工业都在面临供应链压力和零部件短缺的挑战 新冠疫情和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生产延迟 这会对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产生影响 运输时间 一旦汽车制造完成 还需要运输到各个销售点和4S店 如果运输时间较长或者物流问题出现 也会导致预定的等待时间延长 纵上所述 预定2023 Ford Transit需要等很长时间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而这些因素可能会因地区和销售商而异 如果需要购买该车型 建议提前与当地的Ford行销商联系 并了解详细的预定和交付信息 2023 Ford Transit是一款商用货车 它主要面向需要运输货物或乘客的企业和个人 同时也被用作基础设施工具等方面的支持 同款车型是指与2023 Ford Transit在相同类别中竞争的其他车型 以下是一些同款车型 Mercedes-Benz Sprinter 这是一款德国制造的商用货车 与Ford Transit竞争 它在高档商用货车市场上很有名气 也拥有类似的尺寸和配置选项 Ram Promister 这是一款由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制造的商用货车 也是与Ford Transit竞争的车型 它也提供了类似的尺寸和配置选项 Chevrovia Express和GMC Savannah 这两款车型由通用汽车制造 它们也是商用货车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它们提供了多种尺寸和配置选项 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Nissan NV Cargo 这是一款由日产制造的商用货车 也是一种竞争对手 它提供了多种尺寸和配置选项 适用于不同的商业需求 总的来说 商用货车市场非常竞争 有许多与2023Ford Transit竞争的同款车型 对于购买商用货车的消费者 需要仔细考虑自己的需求 综合比较不同车型的性能 配置 价格等因素 已做出最终的决定 目前 截至2023年3月9日 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 2023Ford Transit车型没有被召回的风险 不过 汽车制造商经常会发布安全召回通知 以处理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 如果将来有任何与2023Ford Transit相关的安全问题 Ford汽车公司可能会发布召回通知 并告知所有受影响的车主 如果您拥有一辆2023Ford Transit车型 并且担心是否会有安全问题 请定期关注Ford的官方网站 或与当地的Ford行销商联系 以了解最新的安全召回信息 2023Ford Transit在加拿大的保险和维护成本 可能因多种因素而异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车辆型号和配置 不同的车型和配置 可能需要不同的保险费用和维护费用 驾驶员的经验和记录 驾驶员的经验和驾驶记录 可能会影响保险费用 驾驶区域和用途 不同的地区和用途 可能需要不同的保险费用和维护费用 保险公司和修理厂 不同的保险公司和修理厂 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价和服务质量 一般而言 在加拿大购买商用货车 需要购买商业保险 保费可能较高 此外 保险费用还可能因为车辆使用目的 保险公司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在购买车辆前 建议咨询不同保险公司的报价 以了解不同保险公司的保费情况和服务 关于维护成本 2023Fort Transit作为一款商用车 可能需要定期的保养和维修 维护成本可能会因为不同的车型和配置而异 同时也受到所在地区和修理厂的影响 建议定期保养车辆 并根据车辆使用情况及时维修 以保持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并减少后期维护成本的支出